中国大陆最大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国的子公司 金船遭骇客入侵 由于部分系统中断 导致高达90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2907亿的交易无法结算 一度打乱美国公债市场 与俄罗斯有关的骇客犯罪组织 Logbit证实他们就是幕后元凶 Logbit的犯罪足迹也遍布欧美 堪称国际勒索软体组织龙头 不只中国工商银行受害 才不久前Logbit也宣称 骇入航太龙头波音 取得大量敏感资料 扬言拿不到署款就会公布 另外日本民股五港 英国皇家邮政公司 加拿大财政部等多国 重要政府及民间单位 也成了骇客眼中肥肉 据我们了解中国工商银行 已经密切关注此事 并做好了应急处理和监督沟通 争取将风险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 大陆方面紧急启动清查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也澄清 骇客攻击并未对美债市场造成影响 但适逢地缘政治冲突敏感之际 与俄罗斯相关的骇客组织 竟会对友好国家下手 引发政治联想 TVBS新闻 林玉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